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同考 出口增长属于恢复性 这一点就是差过我们的预期 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中国今年的贸易肯定是个低期慢慢高涨 海关总署4月12号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7.01万亿元 同比增长3.7% 其中出口3.77万亿元增长6.7% 进口3.24万亿元增长0.3% 那两位老师对待这个一季度的这个进出口的数据的核心观点是 张老师 出口增长属于恢复性的 而进口是在2月份3月份的话 连续两个月同比是下降的 凸显出来贸易摩塌的影响 您的观点 应该说好预期 本来预期可能是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 中国贸易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低国 但是现在超预期 好的 感谢两位老师把时间交给子应 为两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네 白亨씨 이번 주大事件部分에서는 제1分기 무역 데이터를 주목해봤는데요 천봉영先生께서는 中国 대외 무역은 기업이 안정을 찾고 기초를 단단히 다지는 것이라고 하셨고요 장강先生께서는 수입 상승은 회복되고 있고 수출의 하락은 무역 마찰의 영향을 받은 것이 확실하다고 하셨습니다 好的 谢谢子应 刚刚两位老师都给出了 各自的核心观点 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 我们看得更细致一点 比如说中国对欧盟 日本 韩国 等主要市场的出口 分别是增长14.4% 8%和11.2% 而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的分别 是下降了3.7%和28.3% 您刚才也提到了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数据的对比 这个数据对比凸显出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它的确对中美之间的相关的贸易额 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总值来看的话 出现大幅的下滑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受的影响非常的小 这主要是依托于中国实际上对美国出口的商品 美国主要征收适用的是10%的关税 而10%的关税依托于人币汇率的这些因素 它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可以抵消掉 还有一个中国实际上在相关的产品方面 主要还是外商投资企业所生产的一些产品 那么它也没有一定的替代性 所以说这个你加征多少关税 美国的消费者都要被动承受 所以说这凸显出来 在贸易战过程当中 从金额上来看 中国所受到的冲击要比美国要小一点 那陈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的对比 我为什么说超过预期 因为我们认为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有个春节 就是2月份 那么这样的话 金色贸易纪录这个春节 可能有二十几天是受到影响的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就从去年年底 可是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往下走的 尤其是贸易 到时2月份贸易增长是非常低的 那么在这样的话 国际贸易肯定是有个低谷要出现的 那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负 就是中国的进出口可能是负值 但是现代的结果看得不错 因为首先进口也是有增长的 出口更大一点 我认为这一点就是说 差异我们的预期 第二个我认为我们的多元在实现 这个多元就是说 虽然中美直接已经影响了 我们进出口都是以两维数 尤其是3月份 都是以两维数在下降 但是有一点就是欧洲已经在上来了 因为欧洲的比例明显上升 这关键我们看到我们亚洲 我们亚洲的日本 包括韩国 它的进出口跟中国都是不错 这关键一带一路 肯定会影响我的 所以我们的多元政策就实现了 那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刚刚两位老师的分析来讲 也是比预期的要乐观 要乐观 那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数据的变化 会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接下来的数据呢 经历不会太高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是OECD经合组织 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现在还是开会 他们已经修低了 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那么后面的国际贸易 尤其是WTO基本是悲观的 它说只有2.7的贸易增长 那这样的话你看呢 世界贸易的确是可能有一个相对低 而这个低呢 我们能估计它呢 它不会是对中国有多大影响在哪呢 中国关系在弥补一个就是中美关系 然后呢一带一路又在弥补一个 就是跟西方的这种关系 虽然一带一路我们规模不大 但是已经占我们28.6了 那么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美国的数字只有11了 是吧 明显在往下走 所以我是认为呢 可能就未来这个时间里边呢 就其他地区的贸易依然稳定 而中美的协议确定以后呢 中美贸易会恢复 也会下降 而恢复的机股呢 进口肯定会增加 现在进口不是下降 因为贸易是一个进口和出口的数字的总和 所以我感觉到 未来中美贸易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 反而为什么呢 购买美国 我们要平衡贸易顺差和逆差 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的恢复 是中国今年的贸易肯定是个低期 慢慢高走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中国跟韩国的进出口的情况 这商务部的数据是2018年韩国与中国的双边货物 进出口额是2686.4亿元 增长11.9% 那其中的这个机电产品 化工产品和光学 医疗设备是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那机电产品还有建金属以及制品和这个化工产品 是韩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那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就是这个数据和背后的含银 这个数据呢 光看2018年全年的数据呢 似乎表现出来中韩之间的这个贸易 尤其是这个中国从韩国进口的这个金额呢 那么我觉得恐怕不能够完全反映出来全貌 一个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中国需要看的是 中国从韩国进口的这个单月的这个金额 实际上从2018年来看的话呢 呈现出一个快速回落的态势 而到了2019年的话呢 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更为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很担心的数据 就是连续三个月 就是1月份2月份3月份 从韩国进口的这个总值呢 是同比是三连降 那么到了这个3月份的话呢 同比啊 中国和韩 中国从韩国进口的这个商品的总值呢 是下降了15% 就你能想象吗 18年全年还在增长 但是因为单个数据在逐渐的回落 那么到了19年就变成同比下降 这主要反映出来什么呀 就是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 对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产业 尤其是电子品方面呢 那么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使得这个韩国呢 向中国出口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 残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所以说呢 韩国恐怕未来在经贸关系上呢 一个需要这个调整它的产品结构 另一个的话呢 恐怕还要依托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才能稳定就是在华企业 它的这个相关产品的这个出口的 这个市场债务率 那您对于韩国投资者有什么建议呢 我一直认为关心我们的服务市场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服务贸易业场去年是2500亿啊 这个服务贸易业场 当然有一大部分呢 是因为理由就1500亿 但其他是高端服务 现在不是简单服务零售 现在的服务就是高端服务 就是我们说休闲的 养老的 医保的 然后呢 是让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 现在中国有一大批 幼儿教育要开放的 那这种合作 我认为空前会很大 那您对于韩国投资者 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韩国投资者呢 要意识到中国呢 那么加快对于开放的步伐 目前来看是大势所趋 那这样的话呢 韩国企业 特别是在华的一些 这个合资企业呢 恐怕面临欧系的 以及美系的企业的竞争的话呢 将为更为明显 这样在相关的这些 主要在华的这个投资领域 包括这个电子 以及汽车呢 我觉得恐怕 要适当地 要做出一些 重新的这个布局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 实时的了解 近期的中国经济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英 架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一个珠海市国资委 实际控制的地方性国企 转变为一个无实际控制人 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公司 据测算 预计转让价格约为413亿元 目的是为了解决格力集团 与公司之间的长期治理问题 稳定公司管理层更替 经营预期 进而提高公司的市场化经营活力 近年来格力电器所处的 家电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且趋于残酷 本次珠海市国资委 战略性减持隔离电器 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向管资本转变的关键举措 对广东省乃至全国进一部实施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会有借鉴意 好的 谢谢紫英 财政部央行推出储蓄国债随到随满试点 肯定是个好事 很多都是民生用的品 影响还是蛮大的 未来中国的企业就要以国际上的标准 也会 可以衡量到国内 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将进进物品进口税 税目一二的税率 分别调降为13%和20% 意味着包括药品刊物 教育用影视资料 计算机以及家具玩具 游戏品等进口税的税率 将降至13% 那两位老师如何看待 这次进口商品税率的调整 核心观点 肯定是个好事 也就是不出门 可以买东西 也不需要去旅游背回来了 那您的核心观点 这是中国展示 对开放力度加大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 但是我觉得初期 对于中国的部分行业 恐怕要迎接 非常严峻的挑战 好的 感谢两位老师 把时间交给子英 为两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네 万一 이번 주 정책 부분에서는 세금율 저장을 주목해봤는데요 장강先生께서는 大会 개방이 강화되어 있고 초기 단계에서 여러 업종이 도전에 직면하고 있다고 하셨고요 청평영先生께서는 수입품 관세를 인하하는 것은 일用품 소비 특히医약품의 수입을 촉진할 것이라고 합니다 好的 谢谢子英 其实 提到这次的这个行与税 具体的这个说法是 对个人携带 由地进行的物品的关税 还有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合并征收的一个进口税 您刚才提到了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 这是一个大好事 是的 就是因为买东西便宜了 也方便了 因为首先一个 我们不是一直说 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 因为大家得境外的商品 首先一个安全 责量它还是认口的 另一个就是邮包 我们现在叫跨境电商 现在它可以更便宜的 当然还有税的 珍珠税还成税的 但是它总体上是现在降了 事实上我们关键 可以看到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说未来我们越来越方便的 这些境内或者以跨境的方式 够到国外 我们可以有新人的这样的商品 反过来就张老师说的 又促进了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 这种压力使我们有一个 也有一个安全度的提高 也有一个价格的 还有最关键的责量的上升 那我想未来中国的企业 就要以国际上的标准 也会提升 来衡量到国内 所以我非常希望就是说 你以出口的商品对待我们的中国公民 那有多好呢 我们也不需要到国外去买了 所以我是倒逼我们的企业 比高质量的更安全的 更价格适当的 我倒不是说便宜 价格适当的 我认为这就可以了 那张老师您怎么看待 对行业产生的影响 说实话 这次的降低的相关的产品 很多都是民生用品 影响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的话 恐怕还要分类进行考量 首先谈到总体 总体上的话 那么一个就是中国的商品 有刚才陈老师所提到的 这个一个标准问题 有质量问题 所以说大家对于博来品的话 还是先度蛮高的 还有包括食品安全问题 药品安全问题等等 其他的像一些文化用品来讲的话 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 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能够落实到位的话 作为寒流文化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 相关消费者来讲 还是蛮受欢迎的 我觉得如果是降低相关关税 无论是游戏 包括影视 我觉得韩国企业是蛮有作为的 那二位老师觉得 其实这个数据背后 如果说这个政策实施下去之后 在第二季度 它会对未来的 还有对外的贸易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数据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您觉得 关键是行游戏这一块上 我们按服务贸易就计算的 可能这货贸易上不体现的 因为为什么呢 跨境电商我们按行游戏就计算的话 它是上服务贸易的 所以可能我们经常说的3.7 6.7 几乎都说的是货贸易 所以行游戏一下讲 是让对服务贸易 这回我们的贸易捏差会更加增加 为什么呢 它在对沟增加 它在跨境电商增加 它上这些服务贸易里边了 所以去年是3500 今年也许到了3800 都有可能因为增加进口 我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大 只要老百姓好 我认为捏差与胜差 这是一个数值问题 但是就是你利差预告 老百姓买到的是 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安全的商品 是一个好事 好 那对这个 关于行政税的这点变革 二位老师对于韩国投资者 有什么建议吗 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这次这个降低 不是说要对韩国降低 而是对所有的外资企业都降低 那么韩国的确是 相关企业这些产品 特别是像一些文化用品 蛮受国内消费者欢迎的 但同时的话 它同样也要面临 比如说日系企业 包括美资欧系企业 它对这个竞争 对于韩国企业来讲的话 如何来真正的抓住消费者 来针对消费者的特点 来推出更多适合 或者说能够得到 中国消费者认可的产品 恐怕韩国企业需要加达更多的调研 您对于韩国投资者想说 因为我们已经有FTA了 就自贸去了 在这个框架上 能不能把跨境地上 做得更便利 因为这有一个 你不管怎么说 你距离还存在 但是我们又近 所以我认为 把这个跨境地上做好 然后主意关心一下 女同胞和婴幼儿这个市场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城市 我们去四川彭州看一看 把时间交给子英 네 白昀 씨 彭州市는 청都市 북쪽에 자리 잡고 있고 이것은 청부의 황금 지역 척한의 명성지라는 미칭이 있습니다 머란의 고향이라는 말도 있으며 유명한 관광지이기도 합니다 화면으로 만나보시죠 彭州市属于四川盆地 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年均气温为15.6摄氏度 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 自南宋以来 就是四川牡丹的培育基地 牡丹文化历史悠久 历代名人辈出 人文晦翠 诗人陆游曾说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 在蜀天鹏为第一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在彭州长期和谐传播 由武教汇聚之地之称 处于青藏高原断裂带的龙门山腹地的彭州 有4000多米的海拔落差 造就了六山衣水三分霸的自然格局 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 龙门山国家风景名胜区 白水河国家森林公园 白水河自然保护区等 四大国家地质品牌 组成了蓬州的生态品牌 成为人们秘书 休闲 度假的生态女园 黄山国家地质品牌 五岛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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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特征 具体的特别 五岛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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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紫莹 接下来进入 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 市场 今年一季度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计为8.18万亿元 3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3% 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507.1% 她夯市的中环之间的 经贸往外的 一个基础 它主要做的是便利化 中国仍然可以发挥 它的运输优势 以及它的成本优势 政治版的中韩自贸区 是应该护制有策的 在近期举行的 中韩地方经济合作 与FTA政策推介会上 山东危海与韩国人川 及两地海关 就危海港 危海机场与人川港 人川空港四港联动通关 与物流合作达成共识 正式签署山东危海 人川四港联动八方协议 将构建双项物流黄金通道 推动中韩贸易合作 那两位老师 对于四港联动的协议的 正式签署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四港联动 它夯实了中韩之间的 经贸往来的一个基础 但是我觉得未来 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 影响不可忽视 陈老师您怎么看待 应该说是个好消息 这次做个升级版 为了北方地区的发展的目标 不完全有危险 这样做起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好的 感谢两位老师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应 为两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小姐 是的 好 谢谢子应 其实提到四港联动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在贸易之间 这种物流的通道 其实还有包括这种开展 是很重要的 是一种双向通道 其实对于中韩贸易 会产生哪些更具体的 积极的影响 您觉得 四港联动 主要是为了两个口岸 城市之间或者区域之间 能够在通关上 或者商品的检验方面 更为的快捷 比如说双方可能是 对于检验的结果的话 相互予以承认 或者是相关的 这些抽检的效率 能够进步的提高 我觉得像这些措施 是有助于加速 经贸的频繁往来的活动的 这样的话 不仅是危害式了 我觉得包括像上海自贸区 恐怕也要逐渐的来扩大 它的相关的开放过程当中 一些经验 给其他的这些自贸区 或者其他的那些内陆城市 这样的话 这些相关的这些 对外贸易的相关的 这些优惠措施 我觉得恐怕对于四港联动 可能它利好效应 就会有一些分流作用 比如分得到中国 其他这些自贸区的 这些省市等等 陈老师你怎么看待 它带来的机遇和传战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聚会 对 因为它是海空 实际上是海空联动的 就是我们说的是 因为外贸跟人参是非常便利的 但是还有空 因为空港嘛 所以我认为它主要做的是便利化 便利化的目标不就是降成本嘛 而降成本的背后就是为了贸易 更可以交流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目标我还比较 进一步自由化是不是可以 因为如果是进一步自由化的话 它还会进一步的降成本 或者是价格 这样的话它都会做好 还有我一直认为 就不要威胁给人参 就盯着这两亏 我们一定盯着东北亚 和我们的东北地区的合作 这样的空间的话 因为东北地区现在真正对外开放 它真的没有多少 那么如果说威胁虽然小 但作为一个基地能不能拓展 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往东北方向 和东北亚这个目标 另一个一定要看到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就是说 中国 日本 韩国一直在谈FTA问题 所以它不是这个框架做得大一点 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自由或者港 那么能不能在那儿慢慢 作为一个便利化基础上的自由化 至于它的竞争 我认为依然存在的 如果能海上石头做协制 就往中亚线 往俄罗斯线 往那边再走一下 所以我总感觉到 思路稍微宽一点 不要停留在这个四岗年度 但是停留在一个 未来的趋势东北亚地区 和我们东北地区的 开放这个程度上来考虑 它的竞争性就强 如果做成这么小 那么过去也在做嘛 所以你也做不出什么来的 所以我希望它力较小 但是视线要高 然后看到了一个我们东北亚 引进我们东北的发展 其实这一期的美洲中国经济 我们是聊了三个话题 这三个话题分别是 聊了第一季度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同时我们又聊了 中国继续降低关税税率 然后刚刚我们其实聊了 关于两个地方的 这种经贸合作新模式 那两位老师 其实在这些新闻的背景下 您觉得对于中韩的 自贸区的未来的发展 您觉得趋势是什么 您的展望 中韩之间的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现在来看进展比较顺利 特别是要引入负面经单制度等等 而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涉及到中日韩的FTA 以及涉及到RCEP 就是东盟10加6 这样的这个的话 我觉得难度现在来看还是蛮大的 那么中韩如果说是在全球经贸关系 能够去改善情况之下 那么中国仍然可以发挥 它的运输优势 以及它的成本优势 以及它整个产业链 比较完整的优势 那么仍然还是对韩国企业来讲 我觉得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但是相反 如果说暗起了葫芦起了瓢 就是中美似乎没事了 但欧美如果发生纠纷 或者说是美日之间 恐怕仍然还有经济冒关系 有严重分歧的话 那这样的话对全球经贸关系 如果造成负面影响的话 那么中国的它这个优势虽然存在 但是市场会萎缩 就是你像欧洲 或像美国已经出口的时候 恐怕会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状况 这样恐怕要重新进行来评估这个关系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韩自贸区 首先我认为应该升级 因为我们原地自贸区 应该说在APEC 就是我们在亚太地区 中韩是最高的 但是市场还是留在有金融后 其他的高级服务没有这里面 比方跨境电商等等都不在 包括政府采购也不在里面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升级 这个升级版就是迎邻亚太地区 不但是东北亚的问题 因为韩国的RCEP 就是我们说的更新以后的CT 就是叫TPP是非常高的 而它的高在于它的服务帽 以后它的规制 所以我认为我们东北亚的三国当中 肯定要有个高规格的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我一直认为是中韩之间 但中韩之间今天就V1 就金融还没有世界 高等服务还没有世界 如果我们在金融和高等服务上 我们升级版出来 我们就靠调到中日韩 这样的话中日韩协达这个协议 那么这亚太不管是16-1也好 APEC也好 还是RCE CPP也好 都会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谈 所以我认为中韩这方面是有基础的 因为已经有一个高水平的FTA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升级 把21世纪形成的所有项目都放在里边 因为为什么WTO就要谈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认为升级版的中韩 自贸区是应该互助的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 美洲中国经济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